欢迎收看《畅所预言》 印度河流与文明有着对自然崇拜的理念 所以在古印度的神话中 日月星辰与山川河流都被赋予神性 人类也能够经由锻炼与修行得到力量 在神秘与华丽的外貌下 存在浓厚的人情味 无论是神还是人或者是动物 都存在着爱恨情仇 不断的破坏与重生 正与邪对抗正面交锋 这些故事优美动人 让人们摆脱苦难 同时展现对幸福美好的渴求 也表达了人对于秩序的追求 理解自己应尽的责任 与面对人生应有的智慧 故事吉人生 预言无道理 欢迎下来看唱耍预言 黑天最泛文是黑色的意思 黑色是能吸收光谱中的七种颜色 代表了具有一切的吸引力 黑天是印度诸神中最受到崇拜的天神 他不但是皮尸奴的第八个化身 也是诸神之首世界之王 对印度人来说 黑这个字有不祥的意思 不过在印度神话中 把黑天窄恶这个部分的习性 解析成这是天神不可思议的力量 黑天是皮尸奴最著名的化身 在叙事诗摩赫婆罗多中 黑天帮助波渡族的五王子 使他们获胜 同时黑天也是亚渡族的指导者 亚渡族的都城摩吐罗城 是由国王钢沙统治 钢沙深性残暴 在他统治之下 人民痛苦不堪 他的贪婪还有邪恶 让国家深陷在危难之中 众神在经过商量之后 决定由皮尸奴化身为钢沙的妹妹 嫡婆的儿子 来惩罚这个残暴的恶王 嫡婆是亚渡族人傅天的妻子 两个人生下了八个儿子 黑天是排行第八 有一天 嫡婆和丈夫傅天 乘坐马车要往城里办事 途中天空传来了一阵 响亮的声音 说着 嫡婆的第八个儿子将会杀死 钢沙王 夫妻俩听到了惊吓万分 这种话可不能乱说啊 这不能开玩笑的 虽然钢沙国王很残暴 人民都很痛恨他 但是 魔杀国王这可是死罪啊 嫡婆夫妻左右环顾 不知道是谁在跟他们开这样的玩笑 更令人害怕的是 万一这些话传到了国王的儿力 就算 就算嫡婆是钢沙的亲妹妹 恐怕全家也难逃一死 嫡婆要丈夫赶紧离开这里 不过 这一切都来不及了 这个来自天神的预言 被钢沙王身边的一位亲信听到了 亲信把这个预言报告钢沙王 天神的预言不得不重视 钢沙王听完预言 非常的害怕 马上下令把嫡婆 还有傅天关进大牢 并且把他们的儿子全部都杀死 结果 嫡婆第一个到第六个儿子都被杀了 第七个儿子巴拉摩 还有第八个儿子黑天 因为受到天神的护佑 侥幸地逃过恶魔的魔掌 原来黑天出生的时候 父亲父天为了以防万一 决定隐瞒儿子的身份 同月同日 住在颜摩纳河边的牧牛人南达夫妇 生下了一名女儿 父天立刻就和南达夫妇交换小孩 这一刻也决定了两个孩子的命运 黑天和哥哥得以逃到柯克拉城 在那里平安的长大 而被交换的女孩 则代替黑天惨遭杀害 黑天和哥哥后来由南达夫妻抚养 成为了他们的养子 在牧民的环境中长大 这两兄弟从小就很调皮 不过在众多孩子当中 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 兄弟俩的与众不同 比如说 黑天有神通 可是 他常常利用神通 做一些胡闹的事 让养父母很疼痛 还有 黑天是法术 让牧民迁离到森林边 这样 他和哥哥就可以大大方方的 在森林里玩了 黑天从小就非常的顽皮 爱惹事情 不过 因为他很机灵 特别的有趣 尤其 他的力量非常的大 经常帮助长辈出劳力 所以 对他闯出的祸事 大家都能笑笑以对 大人觉得黑天可爱 朋友们觉得 黑天是英雄 所以特别的崇拜他 有一次 黑天和朋友在玩耍的时候 黑天不小心打破了瓶子 但是 他不承认是自己打破的 还把责任推给别人 养母为了要让他做到诚实 先是把他骂了一顿 然后小语大意一番 只是 黑天的脾气倔强 不肯认错 再加上 他的朋友还在一边看着 这个时候认错 这样太没有面子了 养母要给黑天 轻松的中间 轻松的就把大树连根拔起 朋友们拍手叫好 说好厉害 黑天又是一点得意的 跟朋友们挥手示意 在炎魔纳河中 住着一只有五个头的龙王卡里耶 他吐出来的口水跟毒液一样 不但奇臭无比 还会致人于死 居民都害怕得不得了 却又不敢对抗他 这天 卡里耶又到岸边准备要吐口水了 一个小女孩站出来 请求卡里耶不要这样做 卡里耶看到这个小女孩勇气可嘉 竟然敢公然的挑战他 于是决定要给小女孩一个机会 卡里耶问 要我不吐口水可以 那你能给我什么条件交换 小女孩说 如果你饿了 你就吃我吧 只要你答应 不要再上岸来伤害居民 卡里耶吐了吐舌头 他吃过很多的居民 还没有吞过这么嫩的孩子 他的肉应该很好吃吧 卡里耶在问小女孩 你不害怕吗 小女孩点头说不怕 只要你守信用 不要再伤害我的家人 我什么都不怕 卡里耶这个没良心的东西 竟然认为 你能够成为我的粮食 这是你的荣幸啊 再说 你那么小一口 我连三牙缝都不够 怎么可能吃饱呢 小女孩睁大眼睛对着 卡里耶大喊 以后 请你不要再为非作歹 祸害人间了 女孩说完就闭上双眼 她说 你可以吃我了 小女孩 小女孩愿意牺牲小我 来换取居民的平安 卡里耶 卡里耶也成全女孩的心愿 一口就把她吞下肚子 卡里耶吃下了小女孩之后 安静地回到了河中 可是 她的承诺 只有兑现几天而已 这一天 她又游到了岸边 要找下手的目标 没有想到 卡里耶这一次 踢到铁板了 一面走来的人是黑天 卡里耶还来不及问对方的姓名 黑天就已经举起大刀 连续挥舞几下之后 吴守龙就被击毙倒在岸边 《唱所预言》是十方法界卫士为亲子共赏 特别企划制作的节目 制作的风格新颖 跳脱以往的绘制手法 画面的呈现更是细腻精致 《唱所预言》节目 涵盖了古今中外的预言故事 希腊神话还有星座传说等等 不仅适合小朋友观赏 更是亲自共同观赏的最佳节目 您的支持是我们的助力 您的护持是我们的动力 请护持《唱所预言》节目制作 话播账号42274784 护名十方法界基金会 黑天有天神暗中帮忙 所以能用神通来打击犯罪 有一次 居民准备祭拜掌管降雨的鹰陀罗神 可是黑天却跑去祭拜山神 让雨神很不高兴 当场就降了一场超级大的雨 这场大雨让居民很困扰 就去请黑天来帮帮忙 想想办法 黑天的力气大 一下子就把一座山拔了起来 他用一根手指头就顶住了这座山 山遮住了天空 就不会受到大雨的威胁了 在天神的护佑下 黑天很小的时候 就展现出他的不一样 有一天 黑天跟同伴们玩耍 几个平凡的男孩子们 敌不过一个有神力的黑天 一阵打打闹闹之后 有个孩子就跑去向黑天的羊母告状 说黑天在吃土 吃了很多脏兮兮的土 羊母找到了黑天 告诉他不可以吃土 还教他有哪一些的野果 可以摘来吃 黑天安静的听完羊母说的话 然后告诉他 他自己没有吃土 不过因为曾经有过一次的经验 所以妈妈不再相信黑天的话 还要他张开嘴巴来检查 极力要证明清白的黑天 把嘴巴张得大大的 仰着头让妈妈检查 这时候妈妈却呆住了 他在黑天的口中 看见了明亮的太阳 皎洁的月亮 还有闪烁的星星 他们的光芒 都透过宇宙的尘埃散发出来 半人半神的黑天 是皮尸奴的化身 黑天的羊母是一介平民 有机会能够目睹宇宙的容貌 他感动的跪在黑天的面前 恭敬而且谦卑 羊母的举动让黑天不高兴了 就算他的身上透露出神迹 他也希望妈妈是保护他 爱护他的角色 怎么能够向他下跪呢 黑天趁着妈妈不注意的时候 湿了一点小小的法术 他在妈妈的脑子里 制造了一层新的幻境 让妈妈忘记刚才这一切 黑天的童年既调皮又有趣 偶尔他会偷羊母的牛油 或是偷走正在洗澡的人的衣服 对黑天来说 做这件事情只是好玩而已 他还会做别的事情 比如说 打死恶魔 吸掉大火的火焰 救出牛群 还有人鸣 他也曾经战胜过蛇王等等 黑天流传的故事 是印度诗歌中最热门的话题 尤其牧民们爱恋黑天的故事 是最广为流传的 黑天进入青春期之后 家里就经常有人来向羊母告状 最严重的一次是 黑天无故揍了隔壁家的孩子一顿 把人家的孩子打得鼻青脸皱 养父母商量过后 决定要带黑天 决定要带黑天离开这里 于是他们搬到了椰木纳河边居住 这时候的黑天 已经不是那个圆滚滚 眼珠子转呀转的机灵鬼了 他成为了远近迟迷的大帅哥 黑天长大之后 不但成为出色的牧牛人 更是牧女们私目的对象 黑天身体有黑 健壮 经常穿着一件黄色的衣服 吹着木笛 在森林中和牧女们追逐嬉戏 黑天很受欢迎 女孩子们只要听到黑天吹奏笛子的声音 就会抛下丈夫还有家务 跑到河边来跟他一同歌唱跳舞 印度人把女孩对黑天这么着迷的行为 解释为人类的心灵渴望 跟神融合的象征 可是神是难以捉摸 无法触及的 凡人怎么能够奢望呢 黑天很喜欢捉弄女孩 有一次 一群女孩子在河边沐浴 开心的讨论着 谁才是大帅哥黑天的最爱 女孩们互相讨论的声音 吸引了黑天的注意 黑天听到了自己的名字 他来到河边 二话不说 就把岸边所有女孩的衣服 卷成一圈通通带走了 黑天走到离岸边几步的距离 对着女孩子大叫 来这里拿你们的衣服啊 听到男人的声音 所有的女孩都把身体藏到了水里面 看到没有人要上来拿衣服 黑天又说了 你们刚才不是都在讨论我吗 现在我来了 怎么都害羞了呢 只要你们上来 我就把衣服还给你们 其实黑天都是闹着大家玩的 他把衣服还给女孩之后 大家手牵着手回到岸上 围绕着月光轻柔的跳舞 黑天是众多女孩爱恋的对象 不过他也有喜欢的人 就是青梅竹马又善良的牧女拉达 黑天经常和拉达在月下共舞 黑天为他吹走 拉达愉快地伴舞 这一对两小无猜的故事 经常成为诗歌 戏剧或者是舞蹈的主题 这一段感情随着年纪的增长 由于种种的原因 黑天最后并没有取拉达为妻 而是娶了非常美丽的艳光公主 很多年之后 黑天和拉达再一次的相遇 此时拉达也已经嫁作人妇 拉达善良的形象流传到后来 被神化为神 是印度信力学说中的一个象征 在印度神化中 黑天和拉达的爱情是一种典范 是人神合一的方式之一 远在都城摩土罗城的国王 刚杀 听到了很多有关于黑天的传闻 他的心里很不安 派人暗中调查黑天的底细 不查还好 一查简直就是快吓死了 当年不是将敌婆的儿子都杀死了吗 怎么会漏掉两个没有死呢 其中一个还是预言说的第八个儿子 刚杀王的耳边又响起了神的那句预言 敌婆的第八个儿子将会杀死刚杀王 因为这一句话 刚杀王非得要杀了黑天不可 他陆陆续续的派了恶魔要去杀死黑天 但是都没有成功 他又派出一些毒蛇猛兽 设计要让黑天中毒或是被咬死 可是也都没有成功 刚杀王想着 这个孩子当初能够躲过一劫 恐怕不是这么好对付的 不如就先设计 让他来到城里 在自己的领土上 要杀要寡就容易多了 刚杀王已经想好 等到天黑 要用什么诡计来磨杀他 事情发生的出乎意料 黑天和哥哥巴拉摩一来到都城之后 黑天整个人大爆发 没两三下就杀死了刚杀王 黑天杀死了暴君 恢复国家正义的统治 保卫人民不再受到恶魔的伤害 黑天从木人变成了武士和政治家 他保卫人民的安全建立了正义的新政府 后来说到外地攻击 不得已撤退到西印度的西海岸 在那里建立一个新的城市 传说中 黑天有一万六千个妻子 生下十八万个孩子 很神奇的是 黑天总是能把每一个妻子 安排得妥妥当当 让他们不会互相吵架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唱所预言 我们下次再见 唱所预言是十方法界卫士 为亲子共赏 特别企划制作的节目 制作的风格新颖 跳脱以往的绘制手法 画面的呈现更是细腻精致 唱所预言节目 涵盖了古今中外的预言故事 希腊神话 还有星座传说等等 不仅适合小朋友观赏 更是亲自共同观赏的最佳节目 您的支持是我们的助力 您的护持是我们的动力 请护持唱所预言节目制作 话播账号 42274784 护名十方法界基金会 嗨 你在等什么呢 跟着我一起 熬墙宇宙天地 看 那有宗斯 鹤兽宇宇宇宙天地 鹤兽宇宇宇宙天地 还有普罗米宵兽 还有普罗米宵兽 回到远古的西兰 开心旅行英雄的神话 浩瀚宇宙星空里 勇气让世界精彩神秘 来到奥里帕斯的天地 就算心灵已经很疲惫 装神说载的美好世界 依然为你绽放着美丽 一二三四五六七 生活到处是惊喜 咦 是傻瓜牡羊 情话金牛 开心充瑜 倔强狮子 孤单处女 才是幸福水平的 美丽的阵容 喜欢的色彩 它是星座的王国 管它温柔还是狂野 看过独咬就是唯一的解药 想把世界放进口带领 不管是不忘 还是皇后的城堡 群星我最想要 只愿和你 就在风中紧紧地拥抱 爱是美丽神话 星辰永不打开 爱不成离开 变成一颗痕迹 永远照亮我的心 我最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